唐突勒 唐突勒 吃肉拼吧 别说别说 快走 你平常跟他多摄一百 这么厉害 麻烦问一下 这么厉害 请问 打听到了 那范贤一出门就闹事 还动手打人 他自家妹妹还在车上 他怎么就 若非良人 我宁死不嫁 我是检察院提司 也是废老的学生 有没有人理我一下 致敌正确 文文和 是真的 我是来调一份文卷 丁字五三四首 大人 那请您跟我来 谁啊 王启年 范公子 这么多文卷都归王大人管 王大人平时工作这么忙 还有工夫画图卖书啊 我这儿有个提斯腰牌 你帮我瞧瞧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大人 王梦的劫发妻子 早已亡故 只留下一米 又像一飞飞 以前起了 我没让你跪着说 大人 我的女儿 也得了绝症 就在前几日 也扫少人团 王莫自知 德行有愧 我买毒反复 只是为了攒下些云钱 让我那女儿下葬入分 忙忙慌恐啊 起来吧 起来吧 对了 老王 刚才在街上碰见你夫人了 还说你女儿昨夜着凉了 让你别忘了 招方汉玲回家 你说你至于吗 为了二两银子 把自己妻女友死里说 这钱财对王莫来说 重于性命 妹子 小女 都身体健康 说说无妨 好了 跟你说正事 我要调丁字五三四号文卷 大人 亲自送您府上去 您看如何 也行 我在淡州被刺杀过 是谁不拒要杀我 我只要个名字 假传密令者 已经自尽了 他叫徐云章 回到京城 你一定要去一趟监察院 那里头有一块碑 院长大人说 那碑文便是监察院成立的初衷 我希望庆国之法 为生民而立 不因高贵容忍 不因贫穷剥夺 无不白之冤 无强家之罪 遵法如仗剑 破亡两弥处 不求神明 我希望庆国之民 有真理可寻 知理意 守人心 不以钱财论成败 不因权势而屈从 同情弱小 痛恨不平 危难时间兴致 无忍处 常自行 我希望这世间 再无压迫束缚 凡生于世 都能有活着的权利 有自由的权利 亦有幸福的权利 愿终有一日 人人生而平等 再无贵贱之分 守护生命 追求光明 此为我心所愿 虽万千曲折 不畏前行 生而平等 人人如龙 陛下 刚刚传来消息 范贤偷偷去了监察院 范贤参加明天的施会吗 是 东宫呢 到处宣扬范贤当街行凶 打伤国家护院 是 陛下 临相求见 宣 臣 叨扰陛下 坐 四朝 谢陛下 侯公公 没看见火快灭了吗 是 是 这个朝夜上下 都说范贤粗笔无礼 陛下的眼光 怎么会看错人呢 近假以时日 范贤定能 展露才华 听说 进王府施会 范贤也会去 明日范贤定会以文采 明东京都 这么看好范贤 臣是相信陛下 茶 喝好 臣这就告退了 送林相 这个老狐狸 什么诗会啊 主要是看姑娘 哥 你要找哪家姑娘 找我的鸡腿姑娘 这可是定情信物 明日诗会 没准他也在 我得去瞧瞧 哎呀 我忘了 腾子金刚驾车回府 就被父亲派人抓了 还有 范思哲 正跪在书房门口呢 行 我知道了 你在这儿等着 这事我去处理 夫人 少爷还跪着呢 能救思哲的 只有范贤 起来吧 爹让贵的 不敢起啊 靖王世子 是二皇子一脉 而郭宝坤 则是太子门下 你去跟郭宝坤争斗 有去参加 靖王世子的诗会 在外人看来 你选了二皇子 范思哲 故意下套 他带你去议事局 立刻就热上郭宝坤 这么复杂的圈套 他想不出来 房梁上挂根相交 范思哲都不一定 取得下来 既然你选择相信 那就先让他起来吧 在一时局 范思哲一开始 只是与人斗嘴 直到郭宝坤 言语间对您不敬 他才暴怒出手 您是户部侍郎 所以他痴迷于山谷之术 您或许觉得 他一无是处 但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够 得到您的欣赏 起来吧 与你提一个要求 无缘无故地 让你跪了这么长时间 我想跟您推牌酒 好吧 您先去听力等着 是 还有件事 滕子经您得放了 他是我朋友 好